好花蓮的部分 這個宅格我們就簡單說說補充一下 因為昨天其實連苗栗縣長中東井 都有被問到 為什麼中東井會被問到 因為很多人也會覺得 如果花東三法通過 建戶就是補助這麼多錢等等的 那苗栗的財政會不會被壓縮 好那中東井呢 他之前是先是回了假議題 後來傅崑奇開嗆嘛 傅崑奇開嗆說 你們苗栗不是也蓋了什麼高鐵站嗎 後來發展的怎麼樣等等的 好最後呢中東井回了這句話 他說我認為 花東三法有點天馬行空 如果要實現 真的要很久 而且難度很高 如果花很多錢 如果花很多錢 然後路沒人走 要怎麼回收 我只是講出心裡的話 那也許我比較偷的啦 比較直 如果對誰不禮貌 我表示歉意 中東井現在也來表示歉意了 不過最後要補了兩句話 他說台灣應該跟大自然共存啦 不要太多的條例跟特別法 這個傅哥 像傅崑奇敲敲敲敲人 中東井這樣說應該要聽有啊 來傅哥我們尖端補充一下 傅崑奇不是敲敲敲人 他是很肯的人 所以中東井他說這句話是站在行政 因為我們台灣是二十二兄弟是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花蓮是三十一萬不到三十二萬人 他要兩挑 他兩挑 我們現在國家一年兩挑九千幾億 可以用在公共建設的差不多八千億左右 這樣不是都給你 就都給你花蓮了 都給你花蓮了 所以他現在的歡迎是破片其所有全台灣人的心聲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你如果說補充器真的有心要改割 花蓮的交通問題 為什麼蘇花鞍 蘇花鞍在花蓮境內 環平的協調有五個部落不同意 經過二十一件的會議 傅崑奇含一件就不參加 藝人都處理好了 所以蘇花鞋子 第二 傅崑奇 因為傅崑奇延宕兩年 傅崑奇你不出來說話一下 這是第二 第三 你如果說要 傅崑奇他離抗抗九年 只有一句話 花蓮人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這樣騙二十三年 騙花蓮二十三年 好 你回到花蓮安全的路 花蓮人也讓你老婆 管長留意這樣連續做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結果他離抗抗九年到離抗 離抗一般年的三件地獄 證明說你老婆在華蓮都沒有做什麼事 因為離抗二十年崩起 那個天王星就是二零一八年 打黃燈 你如果正經有照顧華蓮人的安全 為什麼和一間安全可以防震的房子 就不讓人再來 你對華蓮差別待遇 最近華蓮是不是說因為第一次沒有人要去 現在管政府在發說好事加倍賤 一百塊可以換兩百塊 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 一百塊換兩百塊 只有東大門可以贏 其他都不能贏 那華蓮家 大家現在開始都關一點關一點出租出租 因為他們老婆就是用這個差別待遇 一百塊換兩百塊 只要東大門可以贏 他不可以贏 最後這件抗的就是他們董主席就選去 朱立倫讓傅昆起立議長的就是因為他都選而已 但是這件會選董主席的就是傅昆起 傅昆起 所以這個總統人代表是什麼 代表就是說這個牛軌摄政不完全是聽傅昆起的 所以朱立倫已經出租了 朱立倫可以出租了 但是說實在朱立倫 你要拚负傅昆起 吃拚因為要拚還有王副寧 這個傅昆起勢力之龐大 靖野中東景縣長 人都在說中東景也是走跳江湖的 都得傅昆起 怎麼今天突然說如果對誰比較不禮貌 我就比較土地我也比較不好意思 中東景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來 信妍 信妍好好講 靖野也很土地 一邊是西瓜 一邊是小刀 你要好好講 西瓜刀 兩邊夾擊 毛魚頓的對比 西瓜跟西瓜刀的對決 到底誰會勝利 對這個前兩天才收到西瓜 我決定還是幫西瓜講幾話 你說西瓜 這個意有所指 傅昆起之前在講說 他說再生的火候他都會承擔 所以說他父親感好 但我覺得他現在的情況有點變成負背受敵 負背受敵 大家都要這個攻擊他跟批評他 但我講這個中東景他的原始發言是這樣 他意思就是擔心說苗栗的財政或財務 可能預算會被排擠 所以他是當然是站在苗栗縣的大家長 然後去做這樣的發言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換作其他縣市首長他們可能也會講類似的 你緊張到飲料打翻 西瓜汁流出來了 賣我北壁喔 我們沒有任何銀色的意思 那講回來 就是我覺得這個花東山法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 因為傅昆起講的也沒有錯 當初大家還記得就是 就是這個韓國瑜有一起去連署領銜 包含說韓國瑜跟江啟城以及傅昆起 那那個時候連署的時候還因為這樣子 柯建民還去批評韓國瑜說 你院長怎麼可以去連署還是什麼的 但是韓國瑜那個時候還特別講 因為他就是去連署的這個環島高鐵 然後以及國道六號東沿這兩個特別條例 那韓國瑜也在講 他認為說對這個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對民生有幫助的事情 他認為還是要去做 但我認為就是說裡面現在有很多事情 包含說你說第一個 這個環島高鐵這件事情 前行政院長陳建仁 以及前交通部長王國塞 他們都已經有許諾要支持這件事情 然後而且花東塊 是賴清德過去在選總統 以及蕭美琴副總統 還有這個花蓮縣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他們過去也有提過的政見 敬言不好意思稍微打斷一下 因為花東塊這項看起來 好像大家比較有共識 好像說其實政府又在評估嘛 評估報告可能8月份會出來 但是後面的環島高鐵的部分 跟這個國道要這個東延的事情 欸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內部都要不適合適 對那至於說這個國道東延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其實已經有討論過 就是他會經過這個地質敏感帶 然後以及要整個貫穿中央山脈等等這些 那複文局當初提案的時候 他也講得很清楚 當初說要這個打雪山隧道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說難度非常高 而且這個過程大家也知道 真的是因為很多人因為這樣子而上升 但是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堅持做的話 欸如今大家也不會想得到做得到嘛 所以他那個時候等於是拋出這樣的想法 那昨天他記者會他裡面也有特別講 就是說好他只是在重申一次他的立場 然後他說如果BOT可以做就做 但是可行性還是要整體政府來評估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傅昆琦倒也可以從善如流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不講的話 我還以為國民黨還是執政黨 然後這個傅昆琦是什麼 總統還是行政院長 喔我一定要推這個環島的交通建設 等等這些要幫大家解決問題 你身為花蓮的立委你這樣子做 當然是天津地獄 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只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執政黨要去頭痛的事情 現在好像變成說在野黨提出來說 欸這個建設應該是要去做的事情 結果在野黨 結果在野黨提出來 執政黨說不行啊 這個很難啊不能做啊 然後反而變成說執政黨 好像不想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覺得傅昆琦現在 既然你又遇到 看起來連黨內的同志都已經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在幫他踩煞車 對雖然我覺得啦喔前期大家一開始推的時候 欸大家也沒有看起來有表達不同的意見 怎麼最近風向就轉變 我認為大概是政治上面的問題比較多 實際上面你說好被抹黑還是什麼 欸我們也認為國會改革法案 我們也認為國會改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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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認為國會改革法案被抹黑啊 我們也認為國會改革法案被抹黑啊 那為什麼大家都還是要堅持要過 那如果花東三法 如果我們認為他是對的事情的話 那為什麼不堅持下去 花東三法到底是不是對不對 來傅哥稍等一下 因為紅鹿委員之餅 現在在立法院現在狀況 國民黨自己人 國民黨很多自己人 李彥秀賴斯寶都能調出來說啊 那到底傅崑奇現在還在強硬什麼呢 我跟你講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現在會改變態度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說的國會擴權法案 他們大家感覺到那個風向變了 他被青鳥行動的勢力真的嚇到了 對啦是被青鳥行動這個嚇到了 是風向變了啦 他們不是真心的說 這個花東三法 他們現在講的這些話 我認為都不是真心的 為什麼 民進黨的黨團 從一開始就講了 我們不反對台灣到處都要有好的建設 我們不會反對說你花蓮要高鐵 我們不會反對啊 但你要有照程序來啊 而且財政的負擔可不可以啊 你這個法案就給他定了十年內 要完成喔 我想請問一下 錢從哪裡來 要不要做地質評估 你土地要不要徵收 什麼這些你都沒有喔 就跟國會擴權法案一樣 完全沒有程序正義 完全沒有程序正義啊 對不對 他根本就沒有再給你考慮順序的 就這樣硬要怎麼做 也不考慮說台灣的財政負擔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台灣如果說現在 有三十兆的現金花不完 我跟你講你說要兩兆 我一定支持同意的 而且我覺得全台灣 該做的基礎建設啊 拿十兆來做 但台灣現在有這麼多錢嗎 是啊 有錢嗎 你這個裡面我要講一個 最嚴重的是 它裡面有外國主權基金 可以來投資 我跟你講 中國一帶一路就來台灣了 你是把台灣賣給中國 這個你不需要討論嗎 跟台灣賣給中國呢 你包藏獲心的 這不用討論喔 來財哥我們三十秒 對那個相信你 這個兩千兩千零九年的時候 那個花東高速公路 民進黨要蓋 是國民黨的謝勝山擋下來的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 兩千一九年的時候 是民進黨重啟花東塊的審查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可行性 停枯了 這是民進黨重啟 所以你要你不能跳過這些 然後第三個 不管是國道那個六號貫通 國道六號貫通是 富崑期在六年前提出來了 然後環島高速鐵路 是他加著跟韓國瑜提出來 這兩個去舉 你去舉 所謂那個 你舉那個所謂那個什麼 那個血稅 血稅是經過25年的評估 他連評估都不評估 然後最後一點 因為時間的關係 等一下回來再讓你繼續補充 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好 不好意思